去進行他們的一些意見的說明 那在記者會開始的時候 主要先說明一下我們這一個記者會主要的訴求 就是我們其實在這一段 從4月21號開始守護東煙老樹一直到現在 那到今天已經是第20篇了 那在這20篇來其實我們一直提出一個訴求 就是這一些光不難度送到公路的這一些 原本在這裡的行道處這些老樹應該保留在原地 那可是我們要求要變更這個道路的設計 因為這個其實原本他們老樹站的地方 旁邊各個幾十公分就原本就要再重新種一台樹 所以我們提出了這樣子的訴求一直到現在 已經20天了 可是臺北市政府並沒有一個非常明確 或是非常善意的回應 那原兄集團也沒有 那目前我們所知道的就是上個禮拜 市政府內部有開一個他們自己的跨局處的一個小組會議 那他們成立了專案小組 可是會議的結論還是以移植這些樹木為一個主要的目標 完全沒有去討論到變更入行的一件事 那因此我們今天在專家學者 還有我們的物數志工一些交通 交通專業背景的物數志工的協助下 我們的民間版我們先把它公布出來 我們目前已經有相關的圖說 等下會有我們物數志工的夥伴先進行初步的說明 我們的版本出來有詢問過 相關交通專業背景的老師教授 那他們看了我們的圖說以後 也覺得這是應該是個可行的方案 那如果依照現在的圖說內容的話 這些樹一棵都不用被移植 所以民間都做得到為什麼我們的政府做 那所以等一下我們會針對這個部分去進行說明 那另外一個重點是 我們在這一段附數的過程的時間裡面 我們發現 國庫紀念館也要為了大巨蛋 有37棵老樹會被挖走 有37棵老樹會被挖走 那其中有一部分 是國庫紀念館建館的時候 就已經存在的老樹 然後是一整台的白天層 也有風箱 也有張樹 那這些樹木為什麼要被移植 我們依照我們看到的空照圖可以知道 其實他們要把樹木挖走的地方的旁邊 就直接是國庫紀念館後門的停車場 所以在我們的角度 在我們去看這件事情 可以很明顯的發現 在台北市政府 或是在國庫紀念館 他們看待這一些 這一件開發計畫的一個角度 其實都是以交通 解決交通問題 解決停車問題為優先 他們不會去思考 怎麼樣讓老樹可以原地保留 所以從國庫紀念館的案例 我們也可以知道 其實只要他們把他們的出口 往前移個幾公尺 所有的樹都不用被倒 所有的樹都可以原地保留 這就是公布我們在公共工程的思維上 一個需要被檢討 也是這一次我們有這麼多人 占領光復南路 要求針對這些樹木 全力的一個保護的一個 訴求的原因 大家為什麼會在那裡 不是單純為了幾棵樹 而是為了改變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我們現在這個政府 對待樹木的一個態度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 依據這兩個點 然後我們今天召開了記者會 那我們今天有那個專家學的道場 那一位是 目前就是目前道場是 台大地理系的張唐曼教授 那另外一位是這個 台大神教所的張宣寧教授 那我們首先就先請張教授 分享一下他針對我們現在台北市 所遇到的這些問題 請張教授分享他的想法 謝謝 大家好 我想我們呢 這個今天來關心 這個部署的一種形容 是可以講說是一個 現代國民應該有的理念